那因為本身這邊的長者 平方寺也都是在圖書館這邊看書 那我覺得說 把我們社區裡面的民眾 再奔留下來的話 然後成立了行動書法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平方書站 我們的行動書車更多人去參與 我們能帶動一些讀書風氣 會有更多人來閱讀